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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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题目是合一同德性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 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 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护士 他一直在呼叫一个病患的名字叫做关错鸟 他在呼喊一个病人的名字叫做关错鸟 关错鸟 关错鸟现在轮到你看病了赶快进来 关错鸟 关错鸟现在轮到你了快点过来 叫了很多次没有人进来 叫了很多次都没有人来 关错鸟赶快轮到你了不然就是要换别人了 赶快进来吧 关错鸟快点来了 要不然就轮不到你了 全场静悄悄 全场静悄悄 没有人回应 没有人回应 这时候有一个大妈就站起来了 他说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姓关 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姓关 我姓关 我姓关 但是我的名字不叫关错鸟 但我的鸟不是叫做关错鸟 我的名字叫关金雀 我的名字叫关金雀 你叫的是不是我 你是否叫我 他说不是不是是关错鸟 不是不是不是是关错鸟 那你错在哪里大家看一看 你们评分一下 到底是关金雀对还是关错鸟对 你看下大概应该是关错鸟对 还是关金雀对 主人说我名叫关金雀 主人说我是关金雀 到底是谁的错 究竟谁的错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合一 问题出在合一 到底我们怎么合一 我们应该怎么合一 中文字很特别 这几个字里面总共有四个中文字 这里有四个中文字 金跟蝎合在一起 这个合一就是错 金和蝎合在一起 就叫做错 如果后面两个字 蝎跟鸟合在一起 就是雀 这个名字就叫关金雀 蝎跟鸟合在一起 叫做雀 所以这小小的故事里面 讲到一个合一的问题 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 都有这样的合一的问题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 都有这样的合一的问题 在我们人生 属灵的征战里面 也有很多合一的问题 那我们在属灵上面 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 到底我们怎么合一 我们究竟怎么合一 跟谁合一 跟谁合一 各位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到底应该跟谁合一 应该跟谁合一 到底是跟着牧师走 应该跟着牧师走 还是跟着长老走 应该跟着 或者是跟着长老走 还是要跟着神走 或者是跟着神走 今天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我们的经文 合一与得胜 今天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我们的经文 合一与得胜 刚才谢谢我们大家 一起来读这个圣经 我们多谢大家 和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我很快跟大家分段一下 我们很快和大家分段一下 分成四段 分成四段 第一段就讲到 耶路撒冷王 他非常的惧怕 第一段讲到 耶路撒冷的王 他很怕 因此他这时候求帮助 他就去寻求帮助 他求人的帮助 去寻求人的帮助 以至于在地上 五个王联合 他就在地上 找了五个王 一起联合 他们要来攻打鸡变 他们一起去攻打鸡变 第二段讲到 就是说 鸡变人他也害怕 第二段讲到 鸡变人也很害怕 他也需要求救 他向谁求救呢 向谁求救呢 他向约书亚求救 向约书亚祈求 因为约书亚是神的军队 因为约书亚是神的军队 所以约书亚当天晚上夜行军全力以护 所以约书亚带着军队夜行军去帮助他们 去帮助他们 去帮助他们 当然他们有神的应许 当然他们有神的应许 我称这个团队是三股绳子合一的团队 我叫这个团队是三股绳子合一的团队 即便人需要 约书亚帮助 约书亚帮助 有神的应许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段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段 第三段讲到的就是 当三股绳子合一的时候 第三段看到当三股绳子合一的时候 神的帮助的时候 神的帮助的时候 这时候得胜就出现 在这段时候得胜就出现了 在我们这边看到有三样的神迹 我们在这里有三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讲的是 在平面上大大的杀败亚摩利人 第一个神迹我们看到在地上 大大杀败了这些敌人 这是平面的 这是平面的 第二个神迹在天上下冰爆 第二个神迹在天上下冰爆 这是立体的 这是立体的 从天上到地上的 由天上下到地面 大家刚才读圣经 大概也注意到 让冰爆打死的 比杀死的人还要多 刚才我们读圣经 我们看到在冰爆打死的 比人杀死的更多 第三个神迹是 日头停留月亮止住 第三个神迹在日头停留月亮止住 这是超越时空的 这个超越时空的 这不是只是我们一般讲的三维空间 现在是四维空间 这不是说大家讲的三维空间 而是四维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段 是第四段 第四段讲到是一个完全的得胜 是完全的得胜 当他们合一的时候完全的得胜 经文告诉我们 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是空前绝后的 当耶和华听人的祷告的时候 是空前绝后的 因为神为以色列征战 因为神和以色列人争战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完全的得胜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完全得胜 其实我们的经文非常的丰富 其实经文非常丰富 我们今天要学一个什么功课呢 首先看到人生会有突来的风暴 我们第一个是见到人生会有突来的风暴 对疾变人来说 对疾变的人来说 他们好像只是去寻求耶稣的帮助而已 他们似乎是去约书雅尋求帮助而已 他们好像只是为了求生而已 他们似乎是为了求生而已 但是却发现却有五个王联合来攻击他 他们发现有五个王来攻击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也会有相同的经历 你帮家加入的一个团队 我们搬屋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或者你做生意跟另外一组人做生意 或者我们做生意跟一个新的人去做生意 结果没想到却有更多的人来攻击你 我们没有想到会有更多的人来攻击你 这时候你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呢 你这个时候去哪里寻求帮助呢 你需要一个支持的团队 你需要一个支持的团队 请问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困难的时候你有支持的团队吗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支持的团队吗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没有支持的团队 我想你在外面绝对不会有 如果你在教会都没有支持的团队 我相信在教会外面你都找不到 我相信Arcadia教会是一个有支持的团队 我相信Arcadia教会是有支持的团队 不管是国语堂、粤语堂的团队 都是一个支持的团队 无论国语堂、粤语堂都是有支持的团队 你需要有一个支持的团队 你需要一个支持的团队 你需要一个支持的团队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专门找一些落单的人 如果你是落单的 没有团队的话 那你肯定是要被吞吃的 如果你是落单的 没有支持的 你肯定是被狮子吞吃的 那这合一的团队最重要的 还有一位 这个合一的团队最主要有一个 就是有神同在 就是有一个神 因为这个支持团队是有神同在的团队 因为你支持的团队是有神同在的 合一 需要大家合一 需要大家合一 合一是需要付代价的 合一是需要付代价的 那么合一团队的基础是什么呢 合一的团队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从这三对人马来学习 合一团队的基础 我们今天就由这三个来看一下 合一团队的基础在哪里 从疾变人我们来学谦卑的功课 在疾变人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 从约书亚我们来学习接纳的功课 在约书亚我们来学习接纳的功课 从耶和华神来学习爱的功课 因为合一团队的基础就是谦卑接纳跟爱 因为合一的团队就是谦卑接纳和学习爱 如果你有这三样的话 你的团队肯定是合一的 如果你有这三样 这个合一的团队一定是得胜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合一的团队 你一定是得胜的团队 如果你是这样的团队一定是得胜的团队 这个基础事实上是需要大家一起同工来付代价的 这个基础是需要大家同工去付出代价的 我们来从疾变人来学习谦卑 我们由疾变人去学习谦卑 谦卑并不是没有 谦卑不是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疾变人是有钱的有资源的 基础人是有财富的 基础人是有才能的 因为他们里面都是勇士 因为他们里面都有勇士在里面 谦卑并不是只是靠自己 谦卑并不是只是靠自己 因为基础人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仆人 基础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仆人 所以他会去依靠神 所以他们会依靠神 谦卑是不靠过去 谦卑不靠过去 因为基础人过去的生命是 是欺骗的是毁坏的 因为基础人过去的生命是欺骗的败坏的 当问题来的时候 他不会走回老路 当现在他有需要时 他不会走回一条旧路 他坚定心志要走新的路 他立定心志要走一条新的路 所以他不靠过去的欺骗的伎俩 所以他不靠过去一些欺骗的伎俩 这个谦卑并是不迁怒他因为立约 谦卑是不迁怒立约 有些新信主的人 有些新信主的人 他说我信主之前好得很 他说我信主之前好得很 我信主之后与神立了约 我信了之后同神立了约 反而问题很多 反而问题越多 所以当问题来的时候 我就迁怒于就是因为我立了这个约 所以当他有问题来的时候 他就迁怒他从神立的约 但是谦卑不是这样 谦卑乃是真正找到我生命里面的弱点 谦卑是找到新的弱点 弱点 然后来询问 而他询问 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即便人向约书亚求救 欺骗人向约书亚求救 赶快来帮助我 快点来帮助我们 即便人就像教会里面的新人一样 欺骗人就像教会里面的一个新的人 他新进神的家 他新入神的家 他需要帮助 他需要帮助 需要拯救 他所用的态度就是谦卑 他的态度就是谦卑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过去 不是靠过去 不是靠我有多少的勇士 乃是谦卑的 我需要帮助 乃是谦卑的 我需要帮助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住在加州 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 但兄姐妹 我们住在加州 是非常有福气的 加州的好处就是 一个小时可以上山 一个小时可以下海 在加州的好处就是 一个钟头就可以上山 一个钟头就可以到海边 各位有没有到海边去看这个景色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看这些景色 加州海边有一个特色 就是冲浪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冲浪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冲浪 我是不会 我不会 不过我相信 我知道冲浪的姿势 但我知道冲浪有一个姿势 冲浪的姿势是怎么样的呢 冲浪的姿势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是弯着腰 应该是弯着腰 曲着膝 屈着膝 冲浪最好的姿势 并不是站着直挺挺挺的 冲浪的姿势不是站直的 然后双手这样插着 不是双手这样握住 如果这样的话 大浪来的时候肯定要喝水的 如果是这样的 历代大浪来 一定要喝水的 肯定要摔得四脚朝天的 变成四脚朝天的 这个姿势代表什么 当我们人生有风浪来的时候 当我们人生有风浪来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谦卑的弯下腰曲着膝 是最好的姿势 当我们谦卑就是弯着腰屈着膝 就是最好的姿势 冲浪板上最好的姿势是什么呢 冲浪最好的姿势是什么呢 就是谦卑 就是谦卑 所以谦卑也是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 最好的姿势 所以谦卑是在人生的风浪里面 最好的姿势 想一想 想一下 一个懂得谦卑的人 一个懂得谦卑的人 一个懂得放低身段的人 一个放低身体姿势的人 容易让别人伸出援手 容许别人伸出援手 也容易交朋友 当你犯错的时候 也容易让别人来原谅你 也容易让别人原谅你 关键是在于 你是不是谦卑地低下身子 关键是你可不可以谦卑地放低你的姿势 加勒格温这个人说了一句很好的话 加勒格温说了一句很好的话 真正会伤害你的不是向别人低头的态度 真正伤害你的不是向别人低头的态度 反之最能伤害你的是心高气傲 反过来最能够伤害你的是心高气傲 新进教会的人 新加入教会的人 新到一个环境的人 新加入一个新环境的人 让我们一起谦卑 让我们一起谦卑 这样我们更可以得到帮助 让我们更容易得到帮助 我们更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从约书亚来学习接纳 我们从约书亚身上学到接纳 什么是接纳呢 什么叫接纳呢 接纳就是不排挤新人 接纳就是不排挤新人 不因为对方是新手 对方生命为小 对方没有影响力 接纳就是不欺善怕恶 第二个就是不欺善怕恶 因为当机片人碰到难处的时候 当机片人得到难处的时候 这个五个王联合来攻击他 这个五个王联合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这个势力是很大的 这个势力是很大的 面对很大的危险 接纳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碰到更大的困难 对不起不要找我 接纳的意思不是说 当很多问题来的时候 你不要找我了 他不是欺善怕恶 不是欺善怕恶 也不是看这个新人来找我帮忙的时候 也不是怕这个新人来找我帮助的时候 你过去就是这样子 常常欺骗人 常常做邪恶的伎俩 你就不要来找我了 你这应该吃点苦头吧 你应该吃点苦头 不会看他过去的恶 仍然还是要帮助他 不是因为过去所犯的错误而看低他 接纳就是不推卸责任 因为我们已经立了约 因为我们已经立了约 诚信地接受这个约 我们诚心地接纳这个约 接纳就是不会拖离带水 是当机立断 接纳不是拖离带水 而是当机立断 常常有人找我们说 请你帮我祷告 很多时候有人来请你帮我祈祷 我们其实用祷告来拖延 我们常常用祷告来拖延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帮助他 事实上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帮助他 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 他当机立断 我们看到约书亚当机立断 当天晚上从吉甲夜行军 三天的路程一个晚上就走到了 三天的路程一天就走到了 他全力支持 他出动所有的兵登 还有大能的勇士 他出动所有的兵大能的勇士 他主要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 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成就神的心意 为了成就神的心意 那么为什么这么简单 为什么大家都不接纳呢 为什么这么简单 大家都不学习接纳呢 那么不能接纳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不能够接纳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什么药最毒 什么药最毒呢 中国人告诉我 什么药最毒 中国人说什么药最毒 大家一定会说是披霜对不对 披霜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人诡诈的心是最毒的 圣经告诉我 人诡诈的心是最毒 什么刀最利 什么刀最利 不是上方宝剑 不是上方宝剑 不是屠龙刀 不是屠龙刀 人刻薄的口 是人刻薄的口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让人心里 不但是受伤流血 有成我们说的话 要令人伤心流血 这个刀是最利的 这个刀是最利的 而且是伤得最深的 是伤最深的 什么伤最高 什么伤最高 也许有人会说圣母风 圣母风 可能有人说是圣母风 国内来的称作 朱姆朗马风 在国内来的 是朱姆朗马风 那是世界最高风 是世界最高的风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高傲的眼是最骄傲的 是高傲的念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最高的 是高不可看的 是高不可攀的 所以我们得一个结论 骄傲拦阻人合一 骄傲阻挡人谦卑 骄傲阻挡人谦卑 骄傲阻挡人接纳 骄傲阻挡人接纳 骄傲阻挡人彼此相爱 骄傲阻挡人彼此相爱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反省一下 各位特兄姐妹 我们反省一下 你的团队有接纳吗 我们的团队有没有接纳 有接纳新人吗 有接纳新人 你的团队有谦卑吗 我们的团队有没有谦卑呢 是不是能够谦卑的 来面对所有的问题 是不是谦卑的 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想再一次强调 接纳是什么 我再强调一下 接纳是什么 接纳不是 接纳是不以他人的痛苦 为快乐的基础 接纳不是以他人的痛苦 为快乐的基础 不是说这个人该死 不是说这个人该死 让他受一点苦吧 让他受一点教训吧 让他受一些教训吧 接纳是不以他人的失败 为自己自信心的基础 接纳不是以他人的失败 为自信心的基础 因为他失败了 因为他失败了 你看看我不错吧 你看看我不错吧 还是需要我吧 接纳是不以他人的不成功为骄傲的基础 接纳是不以他人的不成功为骄傲的基础 当一个新人来的时候 当新人来的时候 你就看准他不会成功 你就看着他不会成功 其实是心里自己骄傲 其实是自己心里的骄傲 接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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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纳就是不用博士的学位 让一个去问你小问题的市民 让他觉得自己很羞愧 接纳不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 令到一个你问题的市井小民 令到他很汗眼 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在批评当中有博士学位的人 不要误会 我不是批评你们当中有博士学位的人 乃是越是博士有博士的学位 越谦卑地愿意来帮助别人 而是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去帮助别人 接纳是你有宾士轿车 但是你却不会因着开着宾士轿车 招摇过市让你旁边的旧车 觉得我好羞愧 接纳不是因为你有宾士的汽车 而招摇过市 令到开舊车的人觉得很羞愧 接纳不是因为你有华丽的房屋 然后去让一个与世无争的邻居 他可能是旧屋 而让他好像气短 接纳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屋 而令到你的邻居 有一个小的屋 也会气短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多年前有一个影集叫做人缘泰山 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人缘泰山 人缘泰山 人缘泰山 也许你不太记得这个名字 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名字 但是有一个动作你一定会记得 但是有一个动作你一定记得 就是他常常吹哟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就是人缘泰山 这个就是人缘泰山 人缘泰山是生长在丛林当中 人缘泰山他生活在丛林里面 论力气他比不过大象 论力气他比不过大象 论速度他比不过狮子比不过老虎 论灵敏他比不过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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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缘泰山是森林之王 但是人缘泰山是森林之王 他不是依靠武力 他不是依靠武力 他也不是依靠体力 他没有学过中国功夫 没有学过中国功夫 他有的就是关系 他有的是关系 他跟每一个动物都交朋友 他接纳大小动物 去接纳大小的动物 接纳他们的长处 接纳他们的软处 接纳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他们有软弱的时候 他去帮忙照顾他们 当他们有软弱的时候 去帮他们 所以当丛林有难的时候 当丛林有难的时候 人缘泰山跳出来 人缘泰山跳出来 他大叫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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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动物都出来帮助 泰山这个丛林的法则 所以泰山这个丛林的法则 我们也可以试用 我们也可以试用 也许你认为你生活的环境 是像丛林一样 可能你觉得你生活的环境 好像丛林一样 可能你的工作环境 很多的politics 好像丛林一样 但是真正成功的人 但是真正成功的人 不是靠自己的实力 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乃是你有很多的团队 乃是有很多的团队 正合人际资源 整合一些人际的官员 因为你接纳 因为你谦卑 人家就喜欢你 因为你接纳人 人家就喜欢你 合一的第三个要素 合一的第三个因素 就是要有爱 就是要有爱 人间的爱很有限 人间的爱很有限 我们从神那里来学习神的爱 我们由神里面去学习爱 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神是一切事情的关键 神是一切事情的关键 神也是一切关系的核心 神是一切关系的核心 我相信这个部分大家都学习了很多 我们相信大家对这些都学习很多了 因为这个生命的团队需要神在里面 因为一个生意的团队都需要神在其中 得胜在乎神 得胜在乎神 最后要问大家 最后要问大家 在人生风浪的时候 你需要什么样的团队呢 在人生的风浪里面 你需要什么团队呢 你需要一个生命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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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命的团队是承载你的生命 一个生命的团队是承载生命的 不管你生命高高低低 这个团队都能够接纳你的 这个团队都能够接纳你的 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合一的团队 这个合一的团队也是互相帮助的 是大家互助互爱的团队 大家互助互爱的 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得胜的团队 这个团队也是得胜的团队 为什么得胜呢 因为有主在这个船上就会得胜 因为有神在这个船里面去帮助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大兄姐妹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做选择呢 当你在需要的时候 你怎么做选择呢 你选择什么样的团队 你选择什么样的团队呢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的团队是什么 这段经文里面 有一个地上的团队 在这段经文里面 广告地上的团队 这是旧的团队 是耶路撒冷王做王的团队 这是旧的团队 是耶路撒冷做王的团队 这是亚多尼西德做王的团队 做主的团队 是亚多尼西德做主做王的团队 这个团队的结果是灭亡的团队 这个团队是灭亡的团队 因为地上最终都要灭亡的 因为最终在地上的都是灭亡的 倚靠人是有限的 倚靠的是有限的 另外有一个团队是天上的团队 另外一个团队是天上的团队 是新的耶路撒冷王做王的团队 是新的耶路撒冷王的团队 是耶和华神做主做王的团队 是耶和华神做主做王的团队 他肯定就是一个得胜的团队 肯定是得胜的团队 碰到困难的时候 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选择是什么样的团队 你选择是什么团队 是找你的那些朋友们 是找你的朋友 还是回到教会 回到团企里面 大家一起同心祷告 大家一起同心祷祷 你选择的是什么 你选择的是什么 新的 新的 成功的典范 是成功的典范 或者新的得胜的典范 是新的成功的典范 真正的得胜 不行 你贏过多少人 我在于帮助过多少人 而在于帮助过多少人 而在于你帮助的多少人 在于帮助多少人 帮助他 让他得胜 这是真正的得胜 这是真正的成功 真正的成功 是什么 dinero 这是新世代的新定义 真正的成功 不在于你超越过多少人 不在于你超过多少人 不是第一名就是成功 而在于你协助过多少人 不断地超越他自己 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超越自己 真正的大师是什么 真正的大师是什么 不是你拥有最多的学生 不是你拥有最多的学生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是老师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是做老师的 但是不是每个老师都是大师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大师 真正的大师是协助最多人成为大师的人才是大师 真正的大师是协助很多人成为大师的人 最后真正的领袖是什么 最后真正的领袖是什么 不是他拥有这个领袖的学位 不是因为他拥有一个领袖的学位 不是他拥有一个领袖的位置 也不是他拥有最多追随他的人 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追随他 乃是他愿意分享 乃是因为他跟别人分享 他愿意接纳 他愿意接纳 他愿意帮助 他愿意帮助 帮助所有这些人都能够成为领袖的人 他们帮助别人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 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跟大家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大家分享 大家知道在世界上 如果要称得上是经典或者是 最高最好的 在运动上是奥运会 如果我们知道 能够在世上成为一个经典 一个运动里面 最成功就是奥运会 所以奥运会的第一名就是冠军 对不对 奥运会第一名就是冠军 那请问你在物理化学 医学文学经济里面是哪一个 如果我们在其他的领域 经济的科学的文学等等 什么可以称得上冠军 怎么样才能称得上是冠军 什么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 我想就是拿到诺贝尔奖 可能是拿到诺贝尔奖 你们认识诺贝尔吗 你认识诺贝尔呢 你认识诺贝尔这个人吗 你认识诺贝尔这个人吗 他是瑞典人 他是一个瑞典人 他从小读书的时候 他从小读书的时候 你会认为说这个人一定是决定聪明 你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一定是决定聪明的 他一定是拿第一名的 我请问你他拿第几名 我请问你知不知道他拿第几名 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他拿第几名 他不是最后一名 他不是最后一名 他永远都拿第二名 永远都拿第二名 这么聪明的人都拿第二名 那么聪明的人居然拿第二名 那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一定更厉害了 第一名是不是应该更厉害了 原来第一名一个名叫伯记的这个同学 原来第一名的名叫伯记 伯记这个人非常厉害 伯记这个人很厉害 每次拿第一名 很聪明 每一次都拿第一名 诺贝尔怎么追都追不上他 诺贝尔永远都追不到他 有一次他这个伯记生病了 有一次伯记就病了 而且病得很厉害 病得很厉害 请了个长假 请了个长假 他的朋友就告诉这个诺贝尔 那么他的朋友就告诉诺贝尔 诺贝尔你的机会来了 诺贝尔你现在的机会来了 终于有机会你拿第一名了 你终于有机会拿第一了 第一名非你莫属了 第一非你莫属了 诺贝尔笑笑没有说话 诺贝尔笑笑没有说话 他在学校所学的做了一个很好的笔记 他在学校就写了很好的笔记 做完笔记之后 他就寄给他这个生病的伯记 他写完笔记就寄给病的伯记 这个伯记就读读他这个笔记 伯记就读下他的笔记 大家知道那次考试谁得第一吗 大家知不知道考试是谁第一吗 谁得第一 仍然是伯记得第一 仍然是伯记得第一 诺贝尔一点都没有生气 诺贝尔没有生气 因为这就是他原来所设计的 他很愿意分享 他心胸非常广阔 他的心位很广阔 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很好的化学家 诺贝尔长大成为一个很好的化学家 最后发明了火药成为一个大富翁 他最后发明了火药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 当他死了之后 他把他所有的资产捐出来 成为了诺贝尔奖 因为他开阔的心胸 因为他乐于与别人分享 所以后世的人都永远怀念他 所以后世的人都永远怀念他 有人这么说 有人同这样说 或者最后有人对他的评论 或者有人同他这样的评论 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很聪明 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很聪明 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钱 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钱 他最重要是他接纳别人 他的成功因为他接纳别人 他可以接纳永远靠第一名的伯记 他可以接纳永远人第一名 他心胸这么宽大 他的心胸这么广大 把他的笔记等于是把他的最经典的东西给别人 他将他自己所写的笔记 他的精华和别人分享 他愿意谦卑与别人分享 他愿意谦卑与别人分享 谦卑与别人分享的态度 这种态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谦卑的态度绝对对你的人生有帮助 谦卑的态度 谦卑的态度 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接纳的态度 接纳的态度 接纳别人的气度 这个哑量 这种格局决定你人生的结局 这样的气度是能够决定你人生的格局 接纳的哑量 接纳的哑量 决定你人生的结局 能够决定你人生的结局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用几句圣经的话 我用几句圣经的话 阿凯利亚的弟兄姐妹 阿凯利亚的弟兄姐妹 我借主耶稣基督名 我用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 不可分党 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和平 彼此相合和平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有一首诗歌 叫做合而为一 叫做合而为一 我花了很多功夫做了 我花了很多功夫做了 我们一起来欣赏 也是我们的回应 也是我们的回应 凡事谦虚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忍耐 用爱心相温柔 用爱心相欢容 第一次唱国语 第一次唱国语 一切心温柔 忍耐 用爱心相欢容 如果你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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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着你唱 一切心温柔 忍耐 和美丽的大家 让美丽的大家 一切心温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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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广东堂的弟兄姊妹 可以有后一再唱一首首歌 我看到你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吗 你看到这个大家庭里面 有中文堂 有英文堂 有粤语堂 大家在这里面是何等的可以 大家在这里面是何等的合一 何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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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是何等的欢喜 那我们可以就要合一的时候就可以得胜 竭力保守 血力保守 圣灵所持 圣灵所持 何而为一的心 合一 何为一的心 常常为我们的董事祷告 常为我们的董事祈祷 为长老祷告 为长老祈祷 何为直视祷告 何为牧师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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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一的心 何为牧师祷告 祝耶和华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和华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我们的主耶稣 多谢主耶稣 因着你的爱 因为你的爱 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将我们连结在一起 借着今天的信息 借着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与你合一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与你合一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一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中文堂 英文堂 粤语堂 都合一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中文堂 国语堂 英文堂 可以合一为一 我们合一的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合一的不是一般的人 乃是你的教会 乃是你的教会 乃是你的家 乃是你的家 乃是有你同在的地方 乃是有你同在的地方 谢谢主 多谢主 今天我们学到一个合一的功课 我们今天学到一个合一的功课 让我们谦卑 让我们谦卑 让我们接纳 让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谢谢主 多谢主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祝福我们Arcadia教会 愿主祝福我们Arcadia每一个人 把荣耀归给你 把荣耀归给你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得圣的名 我们大家一起起声来说Amen 我们一起说Amen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